介绍一下控制盒 控制盒上面它有贴有标签的 左上角电源开关 左下角充电器插孔 然后右边这边是手动开关和调述开关 第一步打开总电源开关 控制盒上面显示数字 代表我们的各个线路就说是接通的 另外的话介绍一下 这边有三个小黑点 第一个叫做电压显示功能 按住它不动 显示四位数字这里 就会出现我们的电压浮数 也就是说显示剩余电量 另外一个中间是我们设定遥控器的按键 按住它不动 显示一位数字这里 它会出现一根横杠不停的闪烁 闪烁的时候对着它按一下 你要设定的按键 比如说你要设定B C甚至D 按一下就可以了 最下边这个是我们设定时间用的 正常情况下出场的时候 我们的中间默认的是5.0 也就是说出场我们设的是5.0 如果说你要调节时间的话 按下边这个键 每按一下 它的数字是会变化的 追高设到40分钟 只能增不能减 超过40又从1开始 如何来正常启动呢 遥控器我们通常是设的是A键 对着它按一下A键可以启动 或者说按一下手动开关 都可以同时启动 启动以后正常情况下 它会唱歌